主料,羊肉500克,主料,盐,青菜苗,香菜,葱,姜,香叶,啪嚼,草果,水发木耳,黄花,龙口粉丝,小白萝卜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羊肉短中大块这边卖的羊肉都带皮,扒掉,不然也不吃, 白萝卜一段,姜,葱,草果,八角的香料我用的不全,因为最近没去超市,老家是在集市的卖香料的摊子上配的,有好多种,黄花菜,木耳发好,木耳贴司,三苗香菜末,粉丝,还有辣椒粉混合这么烫的辣椒油,突围没烫的,冷水放羊肉萝卜,一起烧开逐一会,倒很多沾末出来,捞出羊肉鞋, 毕竟,萝卜丢掉,羊肉和香料一起炖到汤汁发白,我炖了五个小时,冷却,油淋结成白色的,比较好捞,捞出的羊油,用来烫辣椒油,可真棒,放入黄花菜和木耳竹一会,调味,盐,胡椒粉,放入粉丝煮到八成熟,要是煮到喜欢的软度,那么一会吃的时候,就会腻,出锅爆香菜和蒜鸟,香油,烹溅, 烫技巧,传统的做法,其实就是很简单,炖了酒,所以稍微都没嫩,只有浓浓的鲜香,汤炖好后,香黄花菜和木耳兹,还有自家做的红薯粉,最后来点嫩的蒜鸟和香菜,淋上很亮亮的辣椒油,红白黄黑红,煞吃好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